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依靠乡亲来脱单 两岸父母费尽心思为哪班 两岸最关注 我们聚焦两岸乡亲文化 六一儿童节将至 您是否同心未明 两岸连连看 一同关注 同年时光 两岸最关注 新闻有态度 大家好 这里是厦门卫视和台湾中视联合直播的两岸共同新闻 我是主持人张涛 那么今天除了带大家来聊一聊本周的两岸的热门话题之外 还要深入去探讨一下 现在人们认识朋友 看似新的渠道真的是很多 但是很多人认识另一半还是通过传统的相亲 大陆有超过两亿的单身族群 既形成了庞大的相亲市场 也让很多的父母是相当的焦虑 那么当下人们相亲时都看中哪些条件呢 又反映出怎样的社会现实 相关话题 我们稍后与您共同讨论 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厦门的来宾 心理咨询师张金刚老师 金刚讯欢迎 主持人好 两岸嘉宾 观众朋友们好 职业律师薛建华 薛律师欢迎 主持人好 两岸嘉宾好 观众朋友好 至于对岸还有哪些好朋友加入我们今天的讨论吧 时间交给一会 好 先为您介绍今天台北的来宾 两星专家吴君云 吴老师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还有资深媒体人钱宜君 钱宜兹好 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张涛 如今随着这健康的理念是不断深入人心 一大批设施精良服务精准的体检机构 是因缘而生了 然而在行业迅速发展的同时 由于这准入门槛低 专业人才少等原因 体检机构良有不齐的问题也是日益凸显了 很多上班族每年都会做一至两次体检 这一方面得益于企业福利制度的不断完善 另一方面则与现代人的健康理念紧密相关 但体检市场蓬勃发展的另一面是无序发展野蛮生长 有媒体记者对部分体检机构的乱象进行了调查 调查中一位业内人士说 一些体检机构不在专业上下功夫 而是靠薄利多消的噱头吸引人 等于咬勾了再狠仔一刀 长川的市民黄女士在路边看到健康大普查援助计划 十项妇科检查仅需29元的宣传 便按照地址来到长川某妇科医院做了几项检查 花费了大约7000元 第二天黄女士到一家三甲医院检查 结果被告知身体健康 有分析认为这些年体检机构的发展速度十分迅猛 与此同时行业准入门口过低 水平良有不齐发展不均衡等现象也很突出 特别是目前体检机构普遍重设备轻医生 重化验轻诊断 检前健康评估和检后追踪指导流于形势 健康管理专业人才全科医生比较匮乏 影响健康体检的准确性和指导性 现在的这些健康体检机构 到底应该如何去量底裁医 并且提高这个市场的准入门槛 建立一个统一的规范 让体检行业在为消费者体检的同时 也能受到相关的监管部门的体检 薛律师您怎么看 首先我觉得大家现在对健康的意识 是越来越重了 这其实是一个好事 随着大家的这种看重 逐渐的不管是公立的医院 我们日常的体检 包括私立的医院 越来越多的把体检 做成一个服务的项目 甚至一个盈利来推向了大众 就刚才短片里面提到的 这个层次是两有不齐的 其实主要一点是在于 它的门槛准入得非常的低 那我就了解了一下 有很多的这个体检的这个机构呢 他有可能请了这个医生 可能是说有资格证 但是他的从业经验并没有那么多 其实我们作为这个专业的人士 有一本证 和你有没有经验 两码 对对对 它是不能成证比的 如果一个人他这个职业的证 可能拿了五六年 但是他实际操作 没有多少的经验的话 那么他对一些病啊 判断啊 其实相差是非常大的 那如果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个体检 它是有一个什么情况在里面的 就是说你体检出来的时候 我主要是看设备 它比较少看医生 那你体检出来的结果 好 我可能对着百度啊 或者是说其他的这个检索 我一查 可能是 哎 左边也像 左边的病也像 右边的病也像 那么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人 可能就能给我自己一个粗糙的判断 那么医生给你的一个判断呢 可能就跟你从网站上检索出来的 没有太大的区别 那其实这个时候就 已经丧失了我们对医生的这种需求了 那还有就是说 因为你的门槛比较低了 对医生的这个职业的经历 和你这个部门的 对这个体检机构的资质的一些的检验的话 那么也会降低这个体检的机构本身对他自身的一个管理的要求 因为你要有一个硬性的标准在那里 你符合哪些你可以准入 符合哪些你可以通过年检 这样呢 真正的把体检做成一个专业的事情 才有可能提高我们整个体检这个行业的一个标准 那才能达到体检它真正的一个作用 是现在提醒可以说健康产业是一个非常大的风口 那么在风口来的时候 如何把这个产业真正的给提上去 才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我们看到近日有一篇文章叫做 新世纪社交礼仪 没事别打电话的文章 是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很多的网友就发现 这互联网似乎真的改变了人们的社交习惯 比如说自己去接打电话的次数是越来越少了 反而更喜欢在社交软件上去与别人沟通 曾几何时我们在街头遇到认识的人 寒暄化别之际 会用手做出打电话的手势 表示有失打电话 宴会酒局结束 大家在告别的时候 也会纷纷表示有失打电话 那时候互相嘱咐有失打电话 成了一种大家公认的社交礼仪 但是随着网络和智能手机的普及 尤其是随着各种社交软件的崛起 情况正在悄悄发生着变化 甚至说是颠覆 手机只要连上了网 就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刷QQ 刷微信 买车票 逛超市 叫外卖 只需轻轻点击即可实现 互联网已成为人们社交的第一渠道 使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方式变得更为简单 没错 之前都是有事打电话 现在有事发信息 随着时代的变化 这聊天的方式确实是在不断地改变的 但是归根结底 社交礼仪 它是一种大家共同认可的一种行为规范 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传递情绪表达感受的 当文字信息的传递极容易之后 就容易产生困惑了 有些网友就感慨说 在社交媒体多了的现在 确实很方便 但是也少了一些仪式感 不再会有以前那种等一封书信的时候的期盼和激动 那么请教一下对岸的来宾 您如何来看待这个互联网带来的社交礼仪的变化呢 没错 主持人 其实呢 我现在一个礼拜可以接到的电话真的是寥寥可恕 跟以前完全没有办法相比 有时候我接到我妈妈打来的电话 我还说 没事干嘛打电话 吓我呢 其实啊 这个互联网好像看起来表面上拉近了人跟人之间的距离 实际刚刚好 相反我个人认为啦 你看看 我们现在都加个微信吧 加个line吧 有事一会来我告诉你我有什么事情 直接line就好了 是啊 我们都没有办法通电话 我想讲一个我自己的经验 因为我在媒体工作嘛 那我们公司也有非常多的年轻记者 年轻记者 文字工作者 照理说你的文字要非常的好 我们是不是常常也在社交网络上面打这些打字啦 老师是不是 我们都常打字 可是很多人的成语或字都用错了 为什么 因为都用贴图啊 我给你一个笑脸 我给你一个哭脸 就这样子过去了 好像看起来很便捷 很便捷 可是我觉得失去了很多温度跟温暖 还有人跟人之间的交流 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会建议 有些年轻朋友 或是不管哪个年龄层都可以 有时候我们出去玩嘛 就写个明信片 在当地买一张小小的明信片 上头写几个字 其实也不用多写 五十个字 一百个字 寄给你的爸爸妈妈 寄给你的朋友 甚至寄给自己都可以 我们练习找回这些关系 人跟人之间的温度 对 其实没错 我觉得现在台湾 不只是台湾 大陆 还有整个世界的趋势都一样 因为社交媒体这种通讯软件的 非常的快速的发展 所以大家的沟通方式改变了 但是呢 现在也衍生出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网路上 我们以前说 人见人见面三分情 对 我们在通话 在沟通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注重一些礼貌 一些相对的用词 我们是比较谨慎的 比较保守的 但是呢 在网路上 有时候我们常常看到很多 那种礼貌好像不见了 没错 然后那种我们的礼仪 好像也不见了 动不动就一些很攻击性的 很煽动的言辞就直接出去了 事实上这些东西是会 在台湾目前是在 法院上是可以承案 是可以提告的 所以这个部分是 目前台湾的发展的趋势 那以上就是台湾方面的讨论 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张涛 好的 刚才嘉宾也提到 现在很多人 他的写作能力确实堪忧 如今呢 我们看到 清华大学的校长邱勇 就在近日宣布说 将在2018级的新生当中 开设一个叫做 写作与沟通的必修课程 这个课程计划到2020年 覆盖清华所有的本科生 并且力争 面向研究生也提供课程和指导 此举的目的 就是为了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 和沟通能力 清华大学表示 为了补齐大学生写作短板 提升学生的写作表达能力 提高沟通交流能力 培养逻辑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 学校将成立专门的教学机构 组建不少于25名教学系列 专职教师的教学队伍 并鼓励各院系 不同专业背景的教师 共同参与授课 有业内专家表示 清华大学此举 让我们需要重新反思 大学阶段的母语教育 当前大多数高校 不仅没有开设写作必修课程 甚至原有的和母语教育相关的 大学语文课程 也日移边缘化 与之相比 在国外不少名校 写作课早已成为 其教育体系的关键内容 一项针对900多所 美国高校的调查显示 96%的四年之高校 开设了大一写作项目 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 写作课的要求也不尽相同 有些文科专业的学生 甚至被要求连上三学期写作课 课程要求也比较严苛 最近这些年来 大学生写作能力差的报道 确实频频出现 你没有办法表达出 自己想表达的意思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论文你连逻辑都缺少 甚至还有很多的病剧等等 很多的幼儿人单位 对此是大跌眼睛 那么请问对于对案的吴小姐 为什么如今的大学生的 作文能力会偏低 这需要补齐的短板的 难道仅仅是大学生吗 我们讲重点也就是说 不是只有大陆 感觉到这是一个困扰 在台湾也很多大学生 他写一个文章 你会看不懂 那为什么这些小孩 现在这么样天马行空 在写他的作文 第一个重点是 从小爸爸妈妈大概也很忙 没有空带到书店 咱们去念书给你听 看那些文字的结构 文字的优美 还有念出来的声音 朗读的那种感觉 小孩从文字文学里面 看到生命的美感 这个部分都比较少 第二个重点是 现在的小孩 几乎都是随便几个字 就传过去 反正你就看得懂 确实对方也真的看得懂 可是就失去了那种 沟通的美感 你要知道语言的沟通 文字的沟通 是可以串联我们之间 生命的连结 那个connection 是多么的美好 所以那种表达的时候 创作也好 表示的时候 可以让彼此之间 心灵更提升 而不是说 走 火 纳 饿 你说他们在讲什么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很赞成这个校长 他要把这个 写作跟沟通 好好能够放到 孩子们的成长里面 让他们学会 好好表达一个字句 好好表达一下感受 而且彼此之间的交通 会更完整 然后彼此的感受 会更清楚 减少很多误会 减少很多沟通上的措施 就像我们现在的 这个环境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其实 获得资讯 不只是小朋友 我觉得是像我们这种 成年人 甚至是高知识分子 我们获取知识的来源 很多都直接从网络 对 从电脑 这个就是我忽然想到 忘了讲 良又不清 你在看的时候 有时候看的是 那个文字的表达 他们本身有很粗糙 对 不够完整 不够完美 对 你说的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在 所以你要怎么去训练 培养你对文字的欣赏 是 你对文字的应用 要怎么样精准到位 要怎么优美 这其实需要从阅读开始 是 我知道就是从台湾 有很多的小学 中学跟大学 他们其实在 很多的方面 在鼓励学生阅读 是 对 但这个部分就是 我想要学生要有自信 对 因为学校只是鼓励 对 你到底读不读呢 还是从你自己做起 所以学生要有自信 我想家长也要有一些 提醒自己 就提醒孩子 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我想这个语文的成长 语文的经济的能力 应该要从这三方面 全面来做起 没错 对 好 以上就是台北 嘉宾的观点 再把时间还给张涛 好的 非常感谢 日前呢 银联利用了大数据分析 向社会发布安全提醒 电信诈骗案 盗窃银行卡 非法套现 冒用他人银行卡 网络消费诈骗形势 是依然严峻 其中超过90% 那是由于个人信息泄露所致 这已经成为了犯罪的 一个主要的源头 除了个人信息泄露之外 通过社交网络平台 欺诈APP软件 恶意的二维码等等 来进行诈骗的案件 也是频发了 移动互联网领域 支付犯罪是大幅增加 电信诈骗可以说是由来已久 从之前的 你猜猜我是谁 这种老套路来说 一直到现在冒充公检法 明确知道你姓神 明谁的这种精准诈骗 诈骗的手段可以说层出不穷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到底该如何去保护 自己的个人隐私 不被泄露 进而去防范 甚至保卫自己的钱包安全 金高雄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信息时代的到来 确确实实给我们的现实生活 提供了很多很多的便利 这个便利当中 有我们的一个贡献 就是我们把大量的个人信息 都释放出去了 放到了那些公共平台上面 那么放到商品之后 难免会让这些不法分的 有机可乘 他们会利用你的这些个人信息 来对你进行诈骗 就是包括说某个电视节目 你中奖了 咬奖中奖了 然后要不然就是利用你的担心 你的孩子被绑架了 利用你的爱 利用你的担心 还有一个是利用你的贪欲 利用你想占便宜 就是告诉你有一个意外的惊喜 什么什么之类的 或者恐吓你 那么这些过程当中 我们首先从个人的 这个信息的保护方面 我想提这么几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个方面就是 我们首先从心态上 我们现在的生活的节奏 是越来越快了 我们往往能够中招 能够被骗 就是我们很急躁 我们快速地对这个电话信息 做出判断 这个判断的过程当中 你忽略了它很多的细节 第二个部分从细节上来讲 我们这些邮递的包裹 我们不要随便地把它扔弃掉 因为这个包裹上面 往往有你的家庭住址 你的电话号码 那么以防万一 你把它销毁掉 或者涂抹掉 我直接把它扣烂 那点 是的 那么包括你的这个银行 取款机里面的 出来的这些小票 都不要随意地垃圾桶里 随便地丢 你最好把它撕碎了 或者是你拿回家来 集中的销毁 那么我觉得这都是 这些细节上的事情 再有一个部分 就是街头很多 各种各样的调查 都会要你的个人信息 特别是一些老人 要引起注意 他会让你提供你儿子的 儿媳妇的 孩子的信息 都要让你电话号码 提供上去 送你一斤鸡蛋 等等 我们其实要知道 这个鸡蛋背后 可能隐藏着风险 那么所以 非正规部门的这些信息 我们要谨慎地筛选 谨慎地提供自己的信息 那么在网络空间里面 那么我们的一些 号码密码 特别是我们的密码 我们要及时地去更换它 让我们及时地调整 是 既然我们今年 发生过一个案件 现在很多不是都用 移动互联网 社交软件 结果你不能乱加人 你不能乱点那些 什么免费 甚至帮忙投票的信息 它一旦成为你的好友 或者被你关注过了以后 它可以搜集 你朋友圈里各种信息的 你朋友圈里面 你的照片 你和朋友圈里面互动 都会被盗窃 甚至你跟爱人之间的 一些他的头像 他模仿着你爱人的头像 然后问你借钱 你说你那时候 你只要一着急 没有像你这样细想 肯定就上当了 对不对 所以说在于自己的内心 一定要有一个 好好的准备 一定要静下心来 分析每个问题 不要乱加人 好 以上就是 大陆的热点机 把时间再交给一会 好 在台湾的部分 我们来关心 一般的学校呢 设计其中 期末考 目的是要测试 学生的学习成果 但是在台湾 有某一所高中 其中考的考题上头 竟然出现了 校长叫什么名字 这个题目太简单 家长就不高兴了 怎么会送分送到 这种程度呢 求学期间 应付各类大小 考试 课业 成绩 压力重 这时考卷 落出现送分题 学生最开心 蛮简单的 为你们校长是谁的 OK 每个人都知道 送分题吧 看看同学 观看考题 就露出羡慕表情 只是学校想的 学生要的 恐怕不是 每个家长都接受 为什么出这种 送分题的题目 那我们也检视了 所有的考生 高三的 那95%以上 都是答对 都得分了 不过我们还是把 那个题目聚焦 在专业的里面 是比较适当的 家长有质疑 但学校也有考量 回想我以前 我们在念书的时候 如果碰到了 送分题 应该大家都很开心吧 那只不过 我们通常这个 送分的时候 应该就是说 这个试卷上出错了 所以大家干脆一起 送分 不予计算 可是现在就是 高中的期中考 直接出现了 校长叫什么名字 这个考试的意义在哪里呢 这背后又传达了 什么意义 好 我们从两个重点 来分析 第一个是 这个初题的老师 可能想来一点创意吧 创意 所谓的创意 就是觉得说 这样大家没想到 我想到了 你从来没有想过 一个人会考 校长叫 还好没有初题目 你叫什么名字写上去 然后幸好没这样考 但是这个一个 他以为创意 但事实上 让人家看出 这个教学上的漏洞 难道没有题目 可以出了吗 难道你没有其他 可以更有意义 引导孩子自主思考 然后有所学习 能够让自己 更加提升成长的内容吗 不要再出这么简单的 让人家感觉到 没有考验我的能力 我的学习 我的状态 为什么没有好好考验我 我的能力很强 你再多考一点 比较深一点的题目吧 不要那么样送分 所以我觉得 这样的一个考题 实在是让我们觉得 蛮丢脸的 对啊 的确 因为他是出现在 其中考 也是大家非常重视的 一种考试 那你就出了一个 校长叫什么名字 真的一点都测验不出 这个学生的程度 所以也在台湾 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个争议 好 我们再来关心就是 在台湾呢 五月份接连标出了新高温 台北甚至达到了37.4度 创下了122年以来 五月份的第二高温 天气这么热 当然用电量也跟着大增 不只是连续五天刷新了 今年用电的最高峰 那么其他很多地方 也陆续传出了跳电 跟停电的消息 就连台积电的副董事长 曾凡成呢 也跳出来呼吁说 公职部门要重视能源的问题 因为台电公司开始要求 工业大户节电5% 要不然就要加计电费四成 虽然说台电澄清是鼓励节电 而不是限电 但是还是有不少民众担心 五月份就出现了 这么紧绷的供电状态 到了七八月的酷暑天气 恐怕又要上野停电的危机 尤其是现在台湾呢 气温动辄就要37 38度 夏天的脚步好像真的来了 叫人不开冷气清凉一下 那真的叫做酷刑 不过相对的 台湾现在也面临了缺电的危机 这个问题我想要请教一下 对岸的嘉宾金刚兄 因为厦门其实天气 也跟台湾一样非常热 有没有什么节电的好方法 或者是可以在节电当中 可以享受清凉酷暑的妙方 这个可以提供呢 好的 谢谢仪惠 我们知道夏天来了 外面的空气酷暑难耐 我们都喜欢待在空调房里面 当然这个电的问题 可能会给整个社会 整个地区带来很大的压力 我们知道在税务方面 财务方面我们有税务筹划 有税务筹划师 我们是不是在电源的 电能的使用方面 也有节电规划师呢 筹划师 我觉得这个现状 这个困境的出现 可能也推动了人才的 这么一个发展 我觉得这是政府 需要去鼓励的一个事情 另外一个部分呢 在公共部门上的这些 用电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过度的 能源的消耗 电样的消耗 包括我们知道商场也好 地铁里边也好 那个空气 那个温度低的 实在是让人有点发抖 就是至于这个温度 是不是要保持在 这么一个水平上 我觉得需要 整个社会来讨论这个事情 最后呢 我们能够从政府的部门 也能够把这个 公用空间里的 这个能源的这个节电呢 能够做到位 那么从民众来讲呢 我觉得通过社区也好 通过社会也好 要宣传一种节电的意识 要把节电意识 能够渗透到 每一个民众心目当中去 因为这个电源 其实对于整个社会的 健康运行来讲的话 它一方面保证了 整个社会经济的 那个稳定的发展 它就像我们人类的血脉一样 所以我们人也要 学会去保护它 节约它 这些意识 如果渗透到民众当中去 每一个人都从自身角度做起 再加上我们政府的节电意识的推行 节电创新 那么我相信 这个电能电源呢 基本上可以 很好的能够保证 这个社会的运行 来 把时间再交给一会 好的 谢谢张涛 我们再来看到 在苗栗呢 金船有社区毒蛇入侵 因为从4月份到现在 一共发生了62件的捕蛇案件 毒蛇就占了四分之一 那么这些毒蛇入侵 有的是盘踞在住家的铁卷门上头 有的是直接就侵入了室内 让居民饱受惊吓 有民众说 看见有尼姑 载了好几代的蛇来放生 上前询问之后 竟然回复说 这是经过加持的蛇 没有毒 如果这些毒蛇 真的是被放生的 抓到放生者 那么苗栗县农业处会开罚 25到250万不等的新台币 两米成的桂壳花 闯进民宅其楼下 民众吓得将它活活打死 甚至还有蛇 钻进体重机里 把阿嬷吓坏了 龟壳花闯进民宅 攀附在其楼梁柱上 甚至还想往楼上窜 当地民众干脆把二楼铁窗 全都围上铁网 让消防队抓蛇 勤勿抓不完 当地市民代表说 疑似是比丘尼放生毒蛇 比丘尼说 里头放的是龟壳花 但毒蛇经过诵经加持 不会咬人 重回疑似野方地点 附近是一大片草地 附近民众说 最近住家附近 陆续发现了 烟禁蛇龟壳花 怀疑是比丘尼放生惹的祸 但消息市政市价 目前无法证实 但假使放生属实 农业处将开罚 25到250万 好 放生这件事情呢 从宗教原有的利益来看 是一件美事 但是实际上 这个放生的仪式 对于被放生的动物 还有被放生的地区 都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因为它们是外来物种 它不只会干扰人类的生活 也会对生态造成威胁 从这个例子来看 我想这个尼姑啊 是真的相信 加持过的是没有毒 这是不是也失去了 所谓的理智判断的能力呢 这个问题我想听听 对岸薛律师的观点 对岸 谢谢仪惠 我觉得这个体现了几个问题 第一是信仰与科学 第二呢就是说 这个放生需不需要被管理 第三个就是野生动物的保护的问题 涉及到这三方面的问题 放生呢 其实不光是在台湾 大陆也有很多的老年人啊 年轻人他有信仰 他会选择去放生 因为就是说 他对生命的一种契机 那他觉得给你一条生路 其实这个行为 这个愿望本身是很好的 尼姑再放生 你本来是一个好意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到 你放生的选择的地点 可能影响到了民众的一个生活 那么你放在居民区 和你放在 就是到了一个原始的森林 或者是说相对来说 偏僻没有人烟的地方 那种你的放生 可能是说给生物 给动物一个好的生存的环境 它回归自然嘛 那你放到居民的小区 放生的动物呢 给居民的这些人造成 就这种大批量的去放生的话 那他有可能 比如说像这种有毒的 他有可能造成了什么 危害公共安全罪 对 那其实不管是说 从财产也好 从我们的健康来说也好 或者从我们社会的稳定的 这些层面来看 尼姑大批量地放这些毒舌 他做的是否恰当 那我觉得是 不只是有待上去 还是真的是应该进行管理 所以说我们放生 或者干什么事件 缺了想一想 我们做这东西可能对我们好 会不会损害别人的利益呢 对不对 应该好好考虑清楚 它可能带来的延伸的危害 来 把时间再交给一会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现代人 长时间使用手机 或者是盯着计算机工作 眼睛是很容易酸涩的 有不少人习惯点个 量感眼药水 来舒缓眼睛的疲劳 不过网络盛传 长期来使用量感眼药水 是会伤害眼睛的 对此 台湾的食药部门就出面辟谣说 没有这回事 但还是提醒民众 长期依赖使用眼药水 可能是会有副作用的 眼科医生建议 天天点眼药水 恐怕还是会对眼睛造成影响 如果说真的不舒服 还是得到医生来对症下药 最近几年 大家因为过度使用电脑 或者是3C用品 已经衍生出非常多的后遗症 像是眼睛的部分 就有白内障 视网膜剥离等等的病变 或者是在脊椎部分 颈椎也会突出 然后造成手麻的症状 甚至还有人玩手机 玩到中风 这个问题我想要请教钱子 就是现代人对手机 这种所谓的科技或网路成影症 他这个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这个问题真的是问对人了 因为一会知道 我一年半前 我视网膜剥离 右眼开刀 大概长达两到三个月 在家休养 没有办法去上班 我真的是尝到苦头了 以前的医生告诉我 在过去 视网膜剥离 白内障 白内障 这样子的病变 都会在60岁以上的老人家身上 不过现在真的 完完全全提前了 甚至有不到30岁的人 眼睛都发生上述的病变 那为什么呢 跟我们长期 或大量的使用3C用品 有没有关联 医生是说 因为我有跑过医药 问问医生 医生是说 没有直接的证据 可是必然是有关联性的 所以我经过这一次 这么大的痛苦教训之后 我现在呢 开始都减少 尽量啦 我不能说没有 因为你知道你工作 社交 没有办法完完全全 没有 可是尽量减少 尤其是什么 晚上在暗夜的时候 很多人睡前 不值得学校来 划个手机 千万不要 因为整个灯光是暗的 然后你的这个手机是蓝光 或是iPad是蓝光 那对眼睛的伤害 恐怕很大 还有另外一个 刚刚也会问我说 有没有什么方式 借手机 我可以提供一点 小小的建议啦 大家是不是可以把 手机的这些通讯软体 比如说微信啦 Line啊 你把它 很多群组嘛 把它变成观景音 要不然的话 他一直提醒你 一直提醒你 一直提醒你的时候 你就会忍不住 想要去check 看看你的这个手机 是谁在 讨论什么事情啦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其实它会影响到 我们工作的效率 我发现 谢谢千子 她的经验分享 亲身经历 亲身经验 所以我觉得其实 我们在手机上 我们有时候被手机绑架了 有时候你一下子忘了 出门带手机 你整天都心情不安定 我们真的被手机 吸引太多的注意力 我们的生活品质 我们的对生活 美感也好 情感的交流也好 这些注意力 通通都被下降了 所以其实也鼓励大家啦 其实有空的话 少花一点手机 多跟你的家人 或是多跟你的朋友 多看看这个世界 美好的一面 好 以上就是 今天两岸的热点机 嘉宾观点 希望带给你不同的视野 稍后回来 两岸最关注 要带你了解 还记得 当年你是怎么认识 你的另一半吗 是透过朋友介绍 相亲认识呢 还是说 走在路上 一见钟情 就展开了追求 有资料显示 北京的单身者 对相亲是最积极的 频率位居大陆第一 其次就是上海 那你在择偶的过程当中 最重视哪些条件 又反映出什么样的意义呢 休息一下 两岸最关注 带你了解 随着社会跟科技的进步 人们认识朋友的方式 越来越多元 也越来越方便了 包括找对象也是 不过呢 有一项调查显示 还是有很多的人 是依靠相亲来脱单的 最近大陆有某一个 知名的婚恋网站 发布的最新相亲报告就显示 北京相亲的频率 是位居大陆帮首 2018单身人群调查报告显示 单身人群中超六成人 已有相亲经历 其中62.94%的人表示 一年至少相亲三次 17.96%的人则 一个月至少两次 15.86%的人表示 只要节假日都会相亲 报告认为 相亲逐渐成为单身人群 脱单的必经之路 单身男女 相亲最看重的异性条件是什么 调查显示 性格 才华能力 长相 占据前三 其次为收入 身高 职业 家庭背景 报告认为 相亲时最应该展示的优点 是性格优势 其次为学识方面和经济收入 在这份报告中 首次围绕单身人群 相亲力进行剖析 相亲能力也预示着脱单的难易 数据显示 90%的单身男女 希望提升相亲力 北京单身男女相亲频率 位居大陆榜首 在相亲条件中 广州优先看家境 深圳优先看收入 上海则优先看中户口 好 这一项大陆网站 针对1.4亿的会员 来进行抽样调查 那么其中呢 有超过六成的单身族群 是有相亲经验的哦 超过三成的人呢 一个月至少相亲两次以上 早就把相亲当成生活的常态了 不过当时短片我们也看到 就是说北京的单身者 是对相亲最积极的 其次就是上海 这个问题我首先 我想请教一下钱子 你曾经在上海跟北京住过点 那就你的观察 大陆这两个城市 对于相亲的态度 是不是真的很积极呢 有没有什么经验跟观察 可以分享 我是觉得蛮积极的 就拿我个人来说 其实两岸都差不多 我自己也相亲过 我不晓得两位 有没有相亲过 好像大家以前的观念 会以为说在大城市 尤其像我们做记者的 传播大众媒体的 应该认识的人非常多 怎么会去相亲呢 其实没有耶 就是你看起来好像貌似 跟很多人有交流 可是那个交流都是 蜻蜓点水 短暂的 所以生活圈其实也不大 所以我周围非常多 能干的年轻的女性 都相亲过 那刚刚一回提到 我在北京跟上海 都曾经采访注点过 那当时我也去过 很有名的相亲角 就刚刚那个画面 新闻画面上有出现的 哇 那真的是大开眼界 人山人海 没错 可是大部分 都是爸爸妈妈 一些大爷啊 大娘们在那儿 那当时因为我是去采访的 我还要卫装成 去日色的人 因为其实他们 当然不需要媒体来拍 因为大部分的这个 去相亲那边的爸爸妈妈 就是帮小孩相亲的爸爸妈妈 都是瞒着小孩的 不过最近有改变哦 是哦 我听我的同事说 现在他们去看 有一些年轻人 会跟着爸爸妈妈 一起到那公园相亲角 他自己也想要认识异性嘛 其实人都不想要孤单存在 两岸都一样 在台湾 我知道很多人 在网路上交朋友 那基本上那也是一种相亲 只是一种我认为是一种盲目相亲 因为你可能不知道 这个网路背后 他隐藏的这个人 他写的资讯 是不是真的 就连照片是不是真的都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 不管透过任何渠道 任何管道 去认识你的未来的另一半 或是你交往的对象 都很好 我觉得可以很积极地 去认识更多人 可是要慎选那个来源 谢谢签子的分享 我们再来看到就是说 改革开放至今 大陆的经济是越来越好了 年轻人对于婚姻的心理跟看法 这几年来究竟经历了怎么样的转变呢 这个问题我也想了解一下 就是请教对岸的金刚兄 你的观察是什么 好的 一会 我们知道在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这个事情不仅仅是一个家庭 是父母的大事情 而且是作为子女 成年子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的大事情 那么我们这里面 我们要首先看到的是 过去呢 我们是先结婚后恋爱 就是我们是通过这个传统的这个婚姻方式 那么现在的一个巨大的变化是 先恋爱后结婚 甚至和无限的恋爱 谈很多很多的恋爱 不断的去相看相看看 是不是合适我 这首先是一个结构上的很大的一个变化 那么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在过去的这样一个传统里面呢 我们会认为 这个家长帮着孩子去相看 帮助孩子去 协助孩子去完成一个良好的美满的姻缘 首先从根源上来讲 年轻人他在情感上 在生理上 他需要一段婚姻 他需要一个人和他完成他人生的很多大的事情 这个时候呢 父母会帮助年轻人去完成这个事情 那么现在的一个结构上的变化呢 是年轻人需要用更长的时间去探索 说我生理上的这个需要 我情感上的这个需要 我是不是需要真的找一个人来跟我一块完成 现在的这种生活的这种丰富性 趣味性的增加 使得我们有了满足自身情感和生理的各种各样的这样的方式了 太多了 那么我们就会 我们就会去考察 说真的找一个人来和我共同度过这个生活 度过这些孤独 真的他比那些物件更好吗 所以说这年轻人有了多元选择了 那么这是第二个部分 这个改变 再有一个部分呢 就是这个结婚和离婚观念上的改变 过去呢 是一个婚姻呢 稳定压倒一切 就是婚姻的质量放在其次 就是这一辈子磕磕绊绊 争争吵吵 大家也会把这个婚姻走到底的 这才叫日子 对 那么现在人没有那么的耐性了 没有办法有那么的耐性在婚姻里经历这些坎坷和挫折 他们就是结婚变得很难了 就是各种恋爱 而离婚变得反而很容易 就是什么呢 就是稍不留神 两句话不合 就走民政局去 每一个人在婚姻里面都想获得绝对的自我的幸福 他们的这种宽容啊 以及关系的相处 确确实实在婚姻状态上面 跟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 那么这是我们一方面看到 这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 但一方面呢 特别是对于一些传统的人士来讲 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讲 他们也对现在年轻人的这种婚姻观呢 保持着一种担忧 人生就是到底是过去的这种成家三十而立啊 到现在看来这些老的观念到现在都要改变了 所以人们讲求自我的感受 讲求自己的幸福的体验 他们愿意用自己的方式去过自己的人生 他们不愿意被安排着再去过 所以这也是在个人的意识上 和过去的那个个体有很大的一个不同 在这几方面的这个综合下来来看呢 确确实实我们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面 尤其是大陆啊 这个婚姻观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现状 是我们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的工作方式 甚至生活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所以说比如说我们像一个年轻人 现在我出去工作一天 我很累回家过了以后 那一般也不会出门嘛 那玩玩手机 你可以有自己的社团 自己想玩的东西 因此我们开始重新定义说 这是不是还需要另外一半去磕磕绊绊 对不对 所以您觉得说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 和现在的都市生活 会不会跟这个所谓的婚姻往后推迟啊 甚至大家对婚姻的观念的改变 有一定的影响吗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方面 还有另外一方面 就是我们思想上的一个新的认识 你不管是职业的女性也好 还是说男性也好 因为我们的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 确实工作压力非常的大 那我工作了一天我很疲劳 我就愿意我一个人安安静静 或者我梳理一下 我一个人待一会儿 所以会越来越多的宅男宅女出现 那另外一点就是说 城市的节奏快了 我们要不停地去追赶这个节奏 我学习占用我的时间其实也很多了 但一旦你组建了家庭之后 家庭你要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给家庭 有一些人可能不太愿意去割舍起来 那还有就是说 随着我们这个节奏的增快呢 大家这个交流越来越广泛 因为你这个不管是网络上 或者说我们出国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他的见识越来越丰富之后 他可能就是说不再局限于传统 说我30岁还没结婚我怎么着了 我爱你事了吗 我已经不再受制于这样的约束 我就觉得我必须要在这个年龄段 把自己给嫁了 或者说我要娶谁做老婆 他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的限制 那我觉得这些方面都会说 对于年轻人来讲 他会说我可以接受我自己 我就是遇到合适的人 就像前一段时间 一直非常流行地说我不将就 我不做一个将就的工作 我不过一个将就的人生 我不娶一个将就的老婆 所以这些都会导致年轻人对于婚恋了他的时间的一个延迟 所以说生活条件 再加上现在观念的变化 时代发展真的是太快了 我们知道爱情它是婚姻幸福的一个必要条件 但是它是唯一的必要条件 单身男女选择去相亲 进而决定去做婚姻伴侣 首先看到的大多数是外在的一个条件 我们看到调查显示说 这个性格 才华能力 长相是占据了前三 其次就是收入身高 你做什么职业等等 另外这份调查也写得出 广州人相亲 那先看家庭背景 深圳人看的是收入 而北京人则首先看的是才华能力 那么请教对岸的吴老师 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择偶条件 它反映了一个怎样的社会现实 对于未来去构筑一个幸福的婚姻 它有没有一些实际的帮助呢 好 我们从两个重点来讲 也就是说爱情是不是婚姻的必要条件 那当然大家都会说自一吧 但是我认为真的是很重要 假设一对婚姻里面 没有这个爱情 爱情的因素最根源在于同甘共苦 好玩的时候一起好玩 开心成长 有困难的时候我会扶你一把 那个只有爱情的基础 这个婚姻才走得下去 假设说像刚刚谈到 那么多都是用外在的条件 在看我要选择的对象 保证一伙活 就要拜拜了 因为没有基础 没有根源 所以所谓的爱情就是 我跟你的生命有美好的连结 connection 那种connection是 我们相处一段时间后 我看着你 你看着我 看你的生活态度 你的人生观等等等等 因为我觉得 哎呀 你就是我要的人 我就是你要的人 那个爱情才能支撑啊 所以老师 我想再问的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相亲的时候 我们通常看的 真的就是外在条件 第一眼你看到的 就是那一些条件 这些条件是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 建立爱情的基础上头 我们就先看到的 是 我想再追问的是说 这些爱情 这些外在条件 对我们爱情的生成 或者是稳固 有没有什么实体的帮助 甚至我们未来要组成婚姻 对 它的到底 它的影响层面在哪里 我们先讲 我也曾经做过 20年就做过台湾的 那个年轻男女的婚嫁的 观念的问卷调查 当时男生要的都是 我带得出去的女生 才第一名 带得出去给亲戚朋友同事 大家看了就 你娶了老婆很棒 那种感觉 那我也做了 请问未婚女性的看法 他们要的都是要条件好 三高 要给我安全感 安全感就是 经济条件的安全感 还有生活互动上的安全感 但是这些 经过20年的太旧之后 换来换去 现在的年轻人 价值观又不一样了 我现在看到台北市 以台北市来讲 男生他要的是一个 可以等等我的人 也就是让我把家里 经济各方面稳固好 你如果懂我 让我把经济条件各方面 给将来的孩子 一个安全的成长环境 那女生他就会觉得说 如果你再不给我一个答案 那很抱歉 我要做别的选择了 所以此时此刻的年轻男女 在对婚姻的感觉不太一样 所以这是我们做爸爸妈妈 要去理解 每个世代 有每个世代 他的价值观 都是好意 所以我们互相要等一等 了解对方的感受 最重要爱情里面是 connection 是有没有彼此身心灵的连结 感觉对了 好了 我们才会有安全感 来跟你好好相处 对 就像吴老师说的 就是说这些外在的条件 可能就是在建构 那些所谓的安全感 那事实上很多人 不管是爸爸妈妈 要帮儿女找春天 或者是我们自己单身男女 要去找寻我们自己的幸福 其实大家都是费尽心思 事实上在大陆 有超过两亿的单身族群 跟他们背后的家族成员 已经形成了一个 非常庞大的相亲市场 有些父母也会自己出面 来代替孩子相亲 这些现象又代表着什么样的焦虑 这个婚姻会不会让人忍不住想要投入 但是不想投入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现在为了要找寻儿女的春天 两岸父母真的是费尽心思 台湾是有婚友社或者是交友网站 这样的规模进行 但是在大陆有部分的城市 就像前子分享的 有很多很多的相亲角 父母就把儿女的照片啊 学历啊 从事的工作等等 就做成一个海报或招牌 就带到这里 彼此交流 那么有一项数据显示 在婚姻的围墙外头 在大陆呢 还有超过两亿的单身族群 还有他们背后的家族成员 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相亲市场 有父母出面来代替孩子相亲 这样可以真正帮孩子找到幸福吗 那么这些现象的背后 又代表什么样的焦虑呢 家长又该如何调试 好 我们这样讲 风险一定有 对 你根本不知道 他有没有疾病的潜在的因素 或者是他们家族 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尊重的 珍惜的 互动的这种关系等等 那真的是从外表 笑咪咪是看不出来的 所以这真的是有风险 但是不这样做又怎么办 所以难怪大陆的爸爸妈妈很急 因为小孩每天都在加班 每天在上班 每天在工作 真的会担心 但是我先回过头来讲 台湾 台湾的爸爸妈妈已经历经了这个 管不下去 也就暂停不管的这个现象 就放手了 那我就发现台湾的爸爸妈妈已经接受 比如讲 女儿说我不结婚 我暂时不要 妈妈爸爸已经比较能接受 为什么 因为在外面 看到比如说她的哥哥姐姐结了婚又离婚了 或者亲朋好友的 或者同事 好多又离婚了 那所以那些爸爸妈妈想说 那既然将来的离婚率那么高 那为什么一定要勉强一个 女儿一定要嫁出去或者是儿子一定要结婚 所以现在的爸爸妈妈在台湾比较放宽 放松 因为我的婚姻我自己自主 我要怎么决定我的人生的幸福 是我的事 所以很多爸爸妈妈反过来想说 也好 女儿开心快乐健康就好 而且在婚姻的市场上 真的有时候找到不对等的人 是很痛苦的事 灵缺雾难 还是这个时代 年轻男女 她们在决定婚姻的时候的一个看法 把关 还是把关在那里 所以很多的台湾爸爸妈妈已经觉得说 开心就好 有成长就好 大家陪伴我就好 所以比较放宽 所以可能在大陆的爸爸妈妈 慢慢慢慢 也可能会经历到这样的一个感受 走进婚姻殿堂 下一个重要议题就是传宗接代了 两岸父母对于下一代的用心跟关爱 到底有没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呢 休息一下带你来看的是 大陆即将要过六亿儿童节 跟台湾人过儿童节有什么不一样呢 两岸连连看 马上回来 玩沙包 滚铁 全跳房子抽脱罗 厦门老顽童林德石自制玩具 重归淳朴通湾年代 纸巾上的故事传递 台北捏面人孤玉燕 捏出经典人物回忆同年 六亿儿童节将至 您是否同心未明 两岸连连看 一同关注同年时光 还有一个多星期就到了一年一度的儿童节了 对于童年 您有怎样最深刻的记忆呢 你又是如何欢快地和小朋友们一块玩耍的呢 今天的脸岸连连看 我们就一起来寻找儿时的记忆 玩沙包 滚铁圈 跳房子抽脱罗 对于出生于七八十年代的人而言 那时的玩具大多是自制的简易玩具 虽然种类少 但是集体活动多 是不同于现在的欢乐感受 在厦门市捷美区的灌口 有一群小孩也玩起了这些怀旧玩具 我最喜欢玩朵罗 因为它旋转起来特别好玩 我最喜欢竹琴琴 因为它可以在我手里飞起来像蜻蜓一样 制作玩具的就是这位林德石 人称老顽童 以七十多岁的她 是厦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闽南铜丸项目的传承人之一 林德石拼一双手 便能够制作出上百种闽南铜丸 弹弓 竹蜻 蜷子 这些旧时的玩具 在她的家中应有尽有 除了传统的 她还根据现在孩子的喜好 创新童丸 用废弃挂力矿泉水平 坐翻船水车等 其中体操小丑是她的心头好 除了制作玩具 林德石还宣讲闽南铜丸的历史 把铜丸游戏编写成书 有效地保存了闽南铜丸文化 小朋友就是现在就是喜欢啊 特别的近人来都是玩手机啊 我做这些玩具啊 就是要让这些老人 还有中年人 还有小孩 把这个玩具啊 再传承下去 让他们有保存这个 这个童年的童文的记忆啊 随着时间的推移 童年的玩具反倒是历久迷心 而来自童年的味觉记忆 带着回忆的温度 是不论你尝遍多少美味 仍旧无比怀念的 仔细地盯着转盘 心中充满期待 看着指针最终会停留在哪个图案上 华唐师傅用小圆勺 摇起锅中的唐膝 以万力带动勺子运行 随意挥洒在光洁的大理石板上 或提或炖或放或收 速度飞快 一气合成 随着唐叶屡屡洒下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栩栩如生的飞禽 走兽 花鸟 虫鱼等形象 便呈现在众人面前 这个是老手鱼嘛 然后它是熟能生巧 然后你做这个的话 正常来讲就是一笔成形 你如果是一磁钝的话 它做出来 整个画面它不符合一个流水线嘛 唐画拿在手中 小朋友无限欢喜 围在唐画摊边的 除了好奇的孩童 还有走过青葱岁月的中年人 再次寻找那些年的甜蜜 从事唐画十多年的李本龙认为 做唐画就是一项甜蜜的事业 小时候从民间艺人手中接过唐画 是他童年最甜的记忆 你现在做这个 因为比较少嘛 我们小的时候是比较多 你看一般八年后七年后 他看到以后 就是有那种童年回忆那种感觉 然后给人一个 比较美好的一个记忆吧 从竹蜻蜓 陀螺到我手上的谈话 对于出生于7080年代的人而言 这些玩具在市面上也不多见了 但每当一看到 总能唤起内心深处的一份情感 仿佛回到了儿时 那么在队岸的台湾 那里有哪些物件 让大家唤起了童年的记忆呢 叫我们的住台记者小熊 咱们一起去了解 好的 熟悉在台湾的六七十年代 有许多捏面人的小摊商 就在街边上 用他们的手和简单的工具 就捏出许多 时序如生的面人形象 而如今在台湾的街头 我们仍然可以寻找到 这样的一些店铺 用他们的方式来寻找 当时的一些童年记忆 大闹天工的孙悟空 调戏嫦娥的猪八戒 这些经典的人物形象 被捏出来 就好像一个个故事 在指尖传递 活灵活现 很开心的时候去夜市 或者是庙会 才会出现的东西 对 然后带小朋友来 就是了解一下 我们小时候有什么东西 等等几分钟 一直为庙微秀的 彩色鹦鹉就捏好了 顾云已经捏了 二十多年的面人 小时候 在庙口旁看别人在捏 就很感兴趣 并开始慢慢接触 后来索性把兴趣 当成了职业 最早在公园摆摊 收入不稳 但在最喜欢的东西 放掉很可惜的心念下 让他坚持了下来 其实这二十几年 其实我是一路也是觉得 中途也是想放弃 因为说在艺术类真的要糊口饭 真是真的不太容易 后来只好我们慢慢转变 因为我们最早期也没有做这么丰富 但是卖也很有限 你收藏的人少 相对我们就没办法撑下去 所以后来我们又把它改成模式 实用性 它不是当当只有当艺术品 我也可以把它当装饰品 古玉燕回忆到在她影像中 一开始捏的都是西游记 关公 花鸟类等形象 后来逐渐转向卡通形象 像是哆啦A梦 皮卡丘 接着进阶到写实动物 复杂表情的人物 后来她还进行了创新 从本身仅限观赏上 也变成了吊饰 钥匙圈等 除了提供各式各样的 当红卡通人物形象 现场还可以进行DIY教学 专业课程指导 古玉燕认为 捏面人不仅是属于 他们那个年代的童年记忆 她希望透过创新 也能让这种传统工艺 保留在年轻人的童年记忆里 它可以自己捏自己喜欢的东西 就是让手可以变得比较厉害 就可以做出很多东西 又自然的时候有一起做过 因为可以自己做出 自己想要造型 想要去推广这门的艺术 因为说实在现在捏面人已经很少人知道了 也很少人做了 对 如果这个就是在传承下去 这以后出来 我们下辈子 下下辈子的小孩子 应该也不晓得捏面是什么样子 等于是只有传说 可是没有看过 我们希望一直把它传承下去 那这样会更好 对 因为很难得的那个记忆 捏面人带给我们的是在我们印象深处的人物形象 而在同玩部落里 我们就可以找到每一个年代的童年玩具 无论是风鸣一时的陀螺 还是需要开动脑筋的巧环解锁 这些都陪伴了他们 走过了当时的童年的成长 就像这个陀螺跟那个西瓜旗吧 我记得小时候就是 应该小学的时候 大概班上很多人在玩 就有一个印象 就是回味一下吧 回味一下以前的童年嘛 剑球啊 对对对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 很多像孔明奇啊 就是小时候跟朋友啊 或是跟家人 就是兄弟姐妹 在那个玩的那个过程跟回忆 在宜兰的这家童玩部落里 汇集了一百多种玩具 分为童玩类 排版类 滑板类和奇异类等 是个结合一纸桌游 传统童玩 趣味纸玩的复合式空间 而在这里有些玩具的历史 也非常悠久 这个呢叫做鸳鸯口 古时候是丈母娘 拿来烤女婿的 女婿要解得出来 才娶得到老婆 来 仔细看好咯 把鱼先解出来 再放进去 大家仔细看一下这里 为什么 丈母娘要拿这个烤女婿呢 因为她是要女婿 把女儿放在心上 她才可以把女儿嫁给她 战斗陀螺 地牛战斗陀螺 光是陀螺类玩具 就好几种类型 都是从最基础的陀螺 慢慢发展到 可以发出声音 可以变化颜色 这个其实在以前 是有钱人家的玩具 但是呢 物质缺乏之后 一直到现代 当有塑料玩具出现以后呢 这个它就变成 一般平民阶层的玩具了 像有些二十几岁 三十几岁的青年人 或是年轻人 他们其实都对这个 很有印象 梁店长说到 从每个年代来看 这边的玩具 可以分为物质缺乏的年代 就地取材制成的玩具 再到后来 清工业时代 出现的沙包和采高桥 然后是塑料玩具 电子玩具 到现在的手机游戏时代 但他说到 无论时代怎么进步 这些玩具 都是属于那个年代 最珍贵的回忆 感谢两岸嘉宾的参与 也感谢您的收看 下周同一时间 咱们不见不散